我是班长 甩开白白后我来到了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景色挺好 就是一点 奸商挺多 就比如说我被眼前这个奸商 骗走了随身的铁剑 还因为打不过它被关了起来 也不知道他们想做啥 反正给我留了吃的 吃完之后我就在琢磨要怎么出去 我尝试了各种方法之后 发现什么都是浮云 只有砸门有效 救命啊 我没财没色你们放我出去吧 就在我努力跟门锁做斗争的时候 白白居然来了 有人来了 我先躲起来 你醒了 你为什么把我关起来啊 要么就杀了我 要么就放了我 别急 我自然是不会杀你 我也可以放了你 不过你要先替我办一件事 什么事啊 明天去山上 把我取回一件东西 拿回来我就放了你 要是我说不呢 东西好吃吗 味道还行 就是好像不太新鲜的样子 一看就是隔天了 我在食物上面涂了剧毒 除了我以外 无人能解 三天之内不解开 你就会长穿堵乱 蹊跷流血而死 所以你最好考虑清楚 同样这件事如果有其他人知道 我现在就让你毒发身亡 考虑好了 明天早上我再来找你 谁 原来是一只猫啊 你好好考虑清楚 它走了 你出来吧 吓死我了 差点就被发现了 刚才那个人的话你听到没有 嗯 我猜他应该是想让你去拿抚摸剑 为啥是我呀 我也不清楚 不过刚才我来的路上 看到很多种了僵尸病毒的村民 他们白天与正常人一模一样 可是晚上在特定的情况下 就会变成僵尸袭击人类 这么恐怖 那岂不是现在谁是人 谁是僵尸 根本分不出来 你想干嘛 你想干嘛 我就是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中毒了 我的医术虽然不如我哥哥 可是也不差 哦 可以了 怎么样 我真中毒了吗 是的 而且确实像他所说 没有人能解这个毒